大衛說他薑木蒸下去的時候 應該要留給鳳梨雜草 如果一個薑苗已經新出了雜草 應該要怎麼處理 這個雜草這個不可以使用嗎 薑木的部分 這當然是因為一種單子業 所以你在選擇一個雜草油的時候 其實它是可以用雜草劑的 它有一些雜草出來 那麼雖然已經有發炒 但是如果純粹都減薑的 這就比較麻煩 因為薑也算單子業這個東西 所以你在用的草油 它是有選擇性的燒草劑醣 來選擇 所以薑草劑醣 當然有的人不可以用 因為畢竟你說它存不可以用 但是你說完全沒有應用 那麼這個還是會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我們在雜草的房子 在裡面 同樣是要在抓盡量 盡量也是要小心淡薄 那麼這也是說這個 一些像這個麵樹龍 白樹龍 這個 這個 這個油 它其實是可以防治的 這個東西 去來做一個這個 這個慣例 因為它是有這個選擇性 有這個選擇性 但是就是說一些這個金草劑 這個 如果是在用金草劑的時候 譬如說 如果是 它出來之後 這個 已經出印了 我們在用金草劑的就沒什麼要緊 不然你如果是 在用的時候 就要洗字了 就是要小心一點 那麼 在金草劑裡面 這個 在雜草在房地的時候 很多 譬如說 我們的用什麼龍 那種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 24D 24D 二屬地 那麼 這一類的 這個 這個東西 這種 那麼 它這個 都可以來用 所以 大體上 在這個 金草劑 那麼 要 要小心 這個東西 這可能就是說 在 這個當中 放在這個這個當中 稍微注意一下 那 准說 啊 剛在補印那個 那個時候 可能 尽量要洗字 因為 北京 一些 這些金草劑 是什麼樣的 一個 這個 那麼 就會比較 要小心一點 所以 這給我們 這位 提前朋友 你稍微做一下 這個了解 這有 感謝 那麼 有一個草油 有一個草油 這種 你要小心 這個 這個 定基拉草 這個定基拉草 那麼 在我們水中 裡面 因為水中 產 都會去 用 用這個 定基拉草 啊 這是一個 他很好用嘛 就是說 啊 但是呢 他這個東西 這在水中 因為 他的腦袋 這 定基拉草 這種東西 這個可能 對他影響很大 所以 定基拉草 這個東西 可能 不可以用 阿春的 倒是 還好 那麼 在用的這個 油 就比較 簡單說 我們在水中 裡面 在用的油 得到 他可以用 但是 這個定基拉草 這類的 這個 這個油 他這可能是 不可以去用的 所以 那麼 在用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這類的 這個定基拉草 特別小心 定基拉草 或者說 像 在水中 裡面 我們 我們 用的 這些 這些 草油 這類的 這都要 小心 理論上 是可以通用 就是這個 定基拉草 這個東西 那麼 你一定要 稍微 小心 一下 這個 有的 不注意 就是說 在 在用的時候 就 覺得說 很多人 會說 這個 減肥的 這個可以用 這個 應該就 可以用 但是 這個用的時候 還是要 稍微 稍微 注意一下下 那麼 這個 提到這個 可能問題 那麼大 應該是 一個 定基拉草 這個 那麼 我的機構 一支 油 好像 也不太 不太能夠使用 但是 一下子 想不起來了 就是說 最主要 因為 可能是 比較 比較少用到 那麼 但是 這個 定基拉草 這個東西 那麼 可能 要 要稍微 來 這個 注意到 這個大概是 我們 在用的時候 大概要 特別 特別 這個 小心 那麼 應該 大概 可能是 這幾種 可能 稍微 知道 大概是 這樣的一個 情況 那麼 其他在用的 就是沒有很大的 一個 這個問題 那 在水流產裡面 可以用的 這種 選擇性的 這個 殺草劑 尤其看 草劑 這個 二屬地 這種 那麼 什麼 龍 這種 這種 這個 面樹龍 白樹龍 這種 這個 我們的 這個 金 對 這個 這個 抗性 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 應該是沒有很大的 一個問題 這個 提供 給我們 這位 聽眾朋友 你稍微做一個 參考